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来看这种劳动保护的这种概念 也是分为广义和狭义的两种概念 劳动保护 尽管它叫保护 实际上呢 在我的理解中呢 它是就是说组织或者企业为员工提供了一些基本的这种条件 从广义来说呢 就包括这些经济的条件 社会的条件等等 这些条件都属于劳动保护的这种范畴 但是就我们企业里面来说呢 指的是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和健康的问题 你看安全和健康呢 基本上属于我们人类所讨论的最基本的话题了 那么我们要生存 要生活 一定要有这种安全和健康的这种环境 所以说呢 我们所讲的劳动保护呢 指的就是企业或者组织 为员工的安全和健康所提供的一系列的这种措施 这是我们所讲的这种范畴 我们来看劳动保护的基本任务 包括这些 第一呢 是保护安全生产 尤其是我们在一些资源性的这种企业 比如煤矿 采矿的这种厂 采石的厂 然后我们在一些这种大型的制造的这种企业 比如很多的这种车间 这里面呢 就有一个安全生产的问题 因为这里面的生产呢 会用到人 会有员工在操作这些机器 或者进行某种这种体力的劳动 那么如果你不能提供很好的劳动保护的话 会引起一些安全事故 我们也经常在新闻呢 尤其这几年 看到很多这种安全事故的这种发生 有时候就是因为这些企业 尤其是一些厂矿企业 没有做到很好的劳动保护 所以引起了各种各样的这种事故 造成了生命财产的这种损失 第二个呢 是实行女工的保护 那么女性群体呢 实际上 一直都是我们人力资源中 要重点关注的和特别照顾的一个群体 在我们劳动保护里面呢 对女工呢 也是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你比如说她在补育期啊 孕期啊 等等 我们是必须给予一些劳动保护的 因为他们承担了这种养育下一代的这些重要的这种社会的职能 所以我们要予以保护 第三呢 实行劳益结合 就是说我不能让一个员工一直干我 干上三天 不让他休息 这明显是违背我们劳动保护的这种原则的 第四 规定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 对劳动保护来说呢 就是说我们的节假期 我们的年假 我们各种各样的休假 这本身也是对我们健康的一种保护 在我们人力资源里面呢 理论里面呢 有一个资源枯竭的理论 就是说如果说一个人的这种经历啊 他在工作中的经历 或者他在工作中的情绪 如果在得到这种损耗之后呢 不能通过休息或者其他途径得到有效的补充 就会形成这种不断的损耗 这种损耗会对员工造成一定的这种损伤 你比如说他再也不愿意干这个工作了 或者是职业的代券 工作的这种满意度降低等等 会对员工的这种在心理上的健康造成影响 所以呢 我们会有一个工作时间和休假的制度存在 我工作了五天 那么我休息两天 休息就去恢复一下 那么工作了很辛苦一年 我出去度个假 我休息就去 第五个呢 就是组织工伤的救护 在产况企业啊 经常会出现这个哪受伤了 这受伤了 那受伤了 因为工作的原因 如果受伤以后呢 就会有一些 要进行一些及时的救护 来保证他的这种生命的这种安全 安全和降低他这种受伤的这种风险和潜在的危险 最后一个就是职业病的防护和就职工作 那么职业病呢 是我们这些年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 啊 你比如说他中了毒了 或者是在这个吸了什么粉尘了 啊 等等 或者是他的心理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职业病 都是处于我们劳动保护的范畴 那么我们列举的这么多呢 都是我们劳动保护的内容 也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些内容 下面来看关于劳动时间 这是我主要关注的几点 在劳动时间上呢 我们有几种劳动时间规定 第一个呢 叫标准工作时间 你比如决定的 我们每周工作五天 每天呢 是从早上的九点到下午的五点 那标准的工作时间 那么一周呢 你不能超过这个长度 即便让我加班 我也不能超过一定的这种范畴 这是对我工作时间的一个规定 第二呢 叫缩短工作时间 就是说本来要完成一下任务 时间是比较长的 但是你现在要压缩我的工作时间 这是一种对时间的进行调整 第三呢 叫寄件的工作时间 那么如果说我实际的不是朝九晚五的 这种工作制度 你是寄件 那么寄件的时候应该怎么来规定我的工作时间 这里面也有一个要求 就是说你一定要以平常工作时间 就是说标准工作时间的工作量 来规定我的工作量 他们八小时试验了一下 能加一百个零件 那么你要给我规定 我一天就是八百个零件 你超过这个量 我就要加班 这不在我的范畴之内 你不能过量的要求 我干更多的这种活 最后一个就是不定时的工作时间 和综合的计算工作时间 你比如说综合的工作时间 有一些这种 比如说铁路上的检查工人 他往往呢 就是说尽管在那儿 招就玩五的这种作者 但是也有突发情况 经常需要他进行处理 这时候呢 他实际的是标准工作制 和这种不定时工作制 相结合的方式 我们把它叫做综合计算时间 还有一种呢 就是不定时工作制 就是随叫随到 这种点心的这种形式 你比如说这种 做销售人员的呀 做外面这种出差的这种人员 他呢 往往不可能按照这种 标准工作时间来工作 那么对他的时间呢 怎么规定 怎么给他付报酬 怎么对他进行劳动保护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劳动时间上的这些维度的内容 那么 结合了这几种时间 我希望大家做一个思考 就是说 你所从事的工作 目前是属于哪种时间 是标准的 不定时的 还是缩短的 综合的 等等 是哪一种 那么对这种类型呢 你感觉怎么样 你自己适应不适应 或者有哪些不适应的地方 为什么要不适应 为什么会不适应 另外呢 就是再思考一下 就是那你个人感觉 你最喜欢哪种工作时间呢 这又是为什么 好 我们下面来看 其他和时间有关系的时间 第一个呢 叫延长工作时间 加班总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我们现在呢 这个竞争业 企业的任务量呢 也非常重 但是加班是有条件的 就是在某些情况下 可以加班 但是有些时候呢 你不可以强制的加班 那么允许延长工作时间的情况呢 比如说生产的需要 我们确实比较赶活 明天呢 这个业主呢 就要来 来这去 他所订的这种订单的内容 我们实在来不及了 生产的这种需要 第二呢 是紧急特殊情况 我们今天突然有个突发的事件 你必须来公司一趟 或者到企业来一趟 来处理这个紧急情况 那么这时候呢 就叫紧急情况的加班 这时候呢 就需要延长这种 相应的这种 相应的这种工作时间 那么相应呢 我们在工作报酬上 也是给他一定的补充的 就是说 我加班到什么情况 你应该付我什么的薪水 但是我观察这两年呢 在这一块呢 其实国内执行的 是不是太好 因为竞争很激烈 大家呢 不是说 企业要求他加班 他自己有些人呢 主动也会去加班 然后慢慢呢 我们现在对这个 加班公司的这个概念呢 慢慢在淡化 我不知道这个现象 各位同学是怎么看 但是我感觉 这个是越来越普遍的 这种现象 另外一个时间呢 就是法定的节假日 和休息日 就是每周的公休日啊 法定的节假日啊 贪金假 年薪假 婚丧假 这些都是我们在 劳动保护里面 所要考虑的内容 一定要按照国家的规定 和相应的当年的通知 来对他进行这种 休假的这种管理 那么如果他要加班了 你肯定要给他 付相应的这种 比如加班的工资 法定 节假日的工资 其他他们的比例 都是不太一样的 要注意 然后在其他 劳动保护的事项里面呢 有劳动安全技术 你比如说 在我们的车间啊 或者在厂逛里面 一定要通过技术的改造 来保护员工的安全 在 比如说有毒气的地方 我们是不是用机器人 而不用人 那么在采灭矿的时候 我们也在减少 对人工的采用 更多的采用这种机器 因为这时候 这些工作场合呢 是有损人的健康的 有损人的健康的 所以呢 我们要用相应的这种技术 来保证安全 这是一种方式 第二种呢 就是说我们要有 很好的安全措施 在整个厂逛期里面 来避免这些安全事件的发生 第二个呢 就是劳动卫生 就是这种卫生状况怎么样 我们也一定要好的这种环境 适宜人在工作的这种环境 不能对他的身体造成伤害 第三个呢 最主要呢 就是女职工和未成年人的劳动保护 这个是我们特别关心的一块 就是说如果我们有女职工 要特别关心她 她的特殊的这种需要 然后对未成年呢 如果也要注意 保护她应该做那些 在她年龄范围之内的一些事情 而不能要求做她年龄范围之外的一些事情 这些呢 都是我们在劳动保护里面 所要关注的一些事项 下面我们要特别关注一件事呢 就是职业病 这个职业病呢 尽管我们根据这个官方的界定 它主要指的是 比如说在工作场所 它吸入了有气的毒气啊等等 对她身体造成了这种慢性的伤害 叫职业病 但实际上我们这种 比如说大多数从事白领工作的人 我们所讲的职业病呢 却给这种职业病想象的不一样 你比如说我有很多朋友 他们之前呢 在一个工作单位呢 是采用的这种绩效工作制 往往呢 就是对他们时间要求不是太严格 我发现他们呢 在工作任务大的时候呢 每天都加班 常年加 往往一加呢 就是一个月都在连续的加班 然后常年的工作呢 很多天都在加班 后来他们形成了一个职业病呢 就是说 即便不让他工作 他每天也要去办公室坐一会儿 否则心里就不安 这个呢 就是一种典型的这种职业病 还比如说 我们很多人呢 这种颈椎 颈椎上的问题 因为常年的这种坐着 姿势不好 或者常年这种 都会造成一些职业病的问题 所以呢 我觉得要把它这个特别拿出来 给同学们进行交流 就是职业病的问题 你比如说这个就是 典型的 可能我们把它说是晚上 晚上一点多钟了 还睡不着 原因是 以往经常加班到两三点 那么这个还不到我睡觉点 所以我睡不着 还有这个 是要防治职业病的一个广告 还有这个 这个是我们常说的 在我们官方建议的这种职业病 你看里面经常是一些 在一些恶劣环境里面工作的这些工人 所引起的各种各样的疾病 这些疾病是非常多的 所以我们提出了一种 防治职业病 造福劳动者的这个口号 那这些年呢 实际上我们国家在 防治这个基本职业病方面 是做得越来越好了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思考了 就是我指的 刚才我讲的那种职业病 就是思想或行为上的这种职业病 那么你是不是有这方面的这种表现 第二个呢 就是是否试图去克服这种职业病 效果怎么样 就是你是不是想过我怎么去克服 比如说我以前老加班 我现在不加班了 我也没事可干 我干点什么 那么这中间呢 肯定有一个适应和调节的这种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里面 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觉得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呢 有注意你对自己适应性的培养 你可能将来呢 要从一个工作变另外一个工作 三五年跳一次 这里面呢 就会把上一个工作的职业病 带到下一个工作场所 那么你要不断地去调试自己 要不断地增强自己的这种适应能力 那刚才呢 就是我们所要讲的第四角落的全部内容 在本讲的全部讲完以后呢 我留给大家三到四考题 第一个呢 就是你所在的企业 是否有专门负责劳动关系的部门和人员 这方面的工作内容包括哪些 就是说你去看一看 你所在企业它在劳动关系做了哪些内容 你可以把它列下来 那么你就结合我们北讲的整个的知识框架 你就大概知道我们劳动关系应该做什么 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是好的 第二个 你是否与佣人单位出现过劳动的这种纠纷 具体纠纷是什么 最终是如何解决的 就刚才我们讲的 其实这种纠纷很普遍 我相信很多人呢 都会在劳动合同上 就劳动合同的这种权责力 给这个企业呢 有过一些纠纷 那么这些纠纷的时候 你究竟是怎么来解决的 第三 你在与佣人单位的劳动关系处理中 是否掌握着相应的法律法律知识 这个题呢 我虽然把它作为一个疑问句 你可能回答 有没有 但是我这个题放到这儿呢 是希望大家去增强自己的法律意识 成为在劳动市场里面 比较好的这种玩家 不要因为这些法律的问题 让自己吃亏 或者是 你老想去占企业的便利 那也是不行的 一定要搞清楚 我的范围在哪 我的权力范围在哪 我的义务在哪 把它这个做好 做明白 懂得如何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保护自己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 那么各位同学 以上呢 就是我们本讲的全部内容 我们在下一讲 也就是我们这门课程的最后一讲 我们要介绍一种非常特殊的 也是近期年兴起的一个重要的领域 就是国际企业的人力资源 管理的学习 好的 以上就是本讲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 最近大家准备いて